Hello大家好,这里是带大家探索宇宙的科幻战舰 我是爱你们的迷妹 今天要给大家介绍一部经典科幻片 星际迷航5,终极先锋 正在度假的克克等人 收到了星际舰队指挥部的重要命令 一群恐怖分子夺取了银河系和平之星上的定居点 还抓了克林贡人和联邦的执政官当人质 虽然损坏的进取号还没有修正完毕 星际联邦也还有其他的飞船 但是他们的舰长经验不足 这个艰巨的营救任务只能交给科克 一直对科克怀恨在心的克林贡人听闻这个消息 决定驾驶猛琴号在半路拦截科克并且打败他 这样自己就可以成为银河系最伟大的战士 史伯克在观看人之录像的时候发现 那个恐怖分子瓦肯人竟是自己的旧相识赛伯克 不过他因为寻求的知识和体验 触犯了瓦肯的禁区而被驱逐 史伯克已经多年没有见过他了 由于进取号的传送器还无法使用 他们只能乘坐太空梭 前往关押人质的天堂城 进取号上的女船员利用美人计吸引来了巡逻队 科克等人将其欲举拿下 然后伪装成巡逻队混进了天堂城 但是他们的伪装很快就被识破 被带到了恐怖分子赛伯克的面前 他说明了自己的目的 是打劫进取号飞船 还邀请史伯克与自己狼狈为金 史伯克自然不会同意 在赛伯克的威胁下 众人带着他一起返回进取号 由于飞船的引力光波还没有修复 只能手动驾驶 在剧烈的撞击下 众人有惊无险地回到了飞船 然后在克林供人的攻击下 利用驱速飞行逃脱 史伯克原本有机会杀掉赛伯克 但他下不了手 因为他们是同父异母的兄弟 赛伯克此次的目的是 前往银河系的中心沙卡里 寻找终极智慧 但是从古至今都没有人能够穿越那里的大屏障 科克等人立马发送通讯 向星际舰队求助 没想到驯号被克林供的猛琴号拦截 猛琴号的舰长为了打败科克 决定不顾危险 一路追他到大屏障 进取号在穿越大屏障后 科克等人降落在了行星上 所有人都被这个紫色星球上的景象迷住了 赛伯克在空旷的地面上大喊 寻求宇宙的终极智慧 突然地面开始震动 一堆石柱拔地而起 巨大的蓝色光束伴随着一张脸 出现在了眼前 众人还以为这是上帝的声音 上帝却说 他需要利用星剑穿越大屏障 去传播自己的智慧 科克提出质疑 上帝为什么会需要星剑 被上帝一下打飞 史伯克也站出来质疑 也被一起打飞 赛伯克突然意识到 眼前的上帝绝对不是他找寻的那个 所谓的上帝 只是个被囚禁在这里的未知生物 他需要和星剑合体 才能够逃离这里 意识到自己犯下大错的赛伯克 走入了蓝色光束 与他分享自己的痛苦 科克等人则趁机回到飞船 但是飞船的传送器 一次只能传送两个人 于是科克留在了星球上 同时科林工人威胁进取号 交出叛徒科克 否则就对他们进行轰炸 得知科克在下面的行星上后 蒙琴浩立刻击毙了那团蓝色光束 然后将科克传送上了飞船 不过这艘飞船 已经被他们解救的 友好的科林工大使接管 史伯克甚至成为了他们的新炮手 风波过后 所有人都在进取号上 摒弃了隔阂 开怀畅饮 好了 今天的电影就介绍到这里了 如果你点的观众评论的话 我就陪你一起回顾经典哦 欢迎大家在评论里 留下想看的片名 让明媚带你看进各种精彩科学内容 下期见啦